英国这次葬礼外交很不寻常的三个细节 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老王同志不如使命 外交五小事细节很重要 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 有时透露出很意味深长的信号 这次举世瞩目的英国女王葬礼 与中英有关的葬礼外交 至少有三个很不寻常的细节 细节一进入议会大厦 英国一些人事前的政治操弄 甚至放出话来 要拒绝中国代表团进入议会大厦 瞻仰女王云云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这毕竟是英国的国葬 外国代表团都是应英国官方邀请出席 而且这样庄重的场合 英国人没有一点外交礼节和代客之道吗 结果呢 当地时间18日下午 王岐山前往英国议会大厦 参加女王遗体告别仪式 所谓不让进 纯属某些人的节外生枝 英国政府还是有礼节的 细节二 单独乘车前往 毕竟是英国的国葬 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出席 英国人专门准备了大巴 各国领导人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后 拼车前往现场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美国总统拜登 就乘坐着美国总统专用的凯迪拉克防弹专车前往 英国政府的说法是 在某些情况下 进程专车的安排实际上只是指导性的 对各国领导人的安排 包括他们的出行方式 将根据个人情况而有所不同 据相关人士透露 在英国方面的安排下 老王同志这次去出席葬礼 也是单独乘车 这说明了什么 倒不是说中方要争这个待遇 如果都是大巴 我估计中方肯定也是客随主便 但这样的安排 我只是觉得 即便现在中英关系有点波折 但英方在外交上还是很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的 细节三 英方的积极表态 在最近几十年的葬礼外交中 中方派老王这样层级的领导人出马 是相当高规格的了 英方看在眼里 也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 在王室方面 查尔斯三世国王向中方转达口信 感谢和欢迎老王同志来参加葬礼 而且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英国王室非常珍视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 重视英中关系发展 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同中方 开展在可持续发展 及其他各领域的合作 英国政府方面 则是这样表述的 英国副首相柯菲代表英国政府 感谢王岐山专程参加女王葬礼 女王陛下生前一贯重视英中关系 英国新一届政府各项工作正在展开 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经贸 环保 气变及多边事物等领域的合作 关键词 合作 英国女王生前很重视两国关系 以后英国还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我们可以认为 这是外交场面化 但考虑到中英关系的现状 老王同志这次亲自出马 应该还是有效果的 英国也确实感受到了 中国领导人的诚意 对女王的尊重 英方对中方议行也很重视 也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从这三个不寻常的外交细节中 至少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 英国毕竟不是美国 英国是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盟友 作为五眼联盟之一 英国确实很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一些英国政客 更是经常性地对中国进行歪曲 抹黑 妖魔化 所谓不让进议会大厦话题 就是一个例子 但更要看到 英国毕竟不是美国 中英肯定有分歧 这不假 但中英还有很多合作 这也是事实 英国副首相科飞就对老王说 英国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经贸 环保 气变及多边事物等领域的合作 请注意 进一步 脱欧后的英国 其实也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考虑到英国是美国的盟友 在公开的场合 英国肯定会紧紧追随美国 甚至在某些领域 会很积极配合对华遏制战略 这一点 中国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我们也要明白 英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考虑到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 英国的有识之士 肯定也不会希望中英关系完全破裂 这从这次葬礼外交的一些细节中就可看出 第二 中国的外交艺术 这更显示了博弈的水平 不管中英关系现状如何 具体到女王 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也确实对中英关系有过积极贡献 所以 女王去世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 第一时间发宴殿 随后又派老王作为他的特别代表 去伦敦出席女王葬礼 中方以超高规格的礼节 表达了对女王和英国的尊重 也展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智慧和气度 这种积极的做法 也会让普通英国民众感受到善意 肯定也有助于遏制英国国内的反华声浪 世界没有什么铁板一块 哪怕是美国的盟友 利益其实也是多元的 有些所谓的对华强硬举措 可能只是迫于美国压力 不得不配合一下美国 当然 有些确实是真恶意 就是针对中国 要冷静 要善于分别 更要善于博弈和斗争 哪怕是英国 该有所回应的 要有所回应 该积极反制的 要积极反制 但不必太过激动 更不必都一棍子打死 毕竟 英国人就最早明白这个道理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的是永远的利益 挑拨离箭 刺激中国 如果中国跟美国所有盟友都干架 那才郑重美国的下怀 从而更好对中国展开围攻 我们保持冷静 主动出击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这才是中国的外交艺术 也是破解之道 外交是微妙的 微妙中才见朱水平 各个观点 全开放 他们最后 都给亡